好的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世界任务 叫做悲鸣的研究 它的地点就在我们铁木山 这个七天神像这里 然后任务地点的话就在这个南方向 好 首先我们将这个视角到南方向 我们直接过去 那如果你这边没有这个NPC的话 说明你这个主线任务还没有完成 去完成一下 那这个NPC的话 就在前面这个营地那里 好我们找他对话 那对话完毕 我们就接到这个任务 调查渔人种的营地 然后开启我们任务追踪 打开地图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将视角调到我们东方向 按照任务指引的方向前进 你也可以从旁边这个传送锚点 直接传送过去 如果你开的话 那边可能更近一点 好 继续按照任务指引的方向前进 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几个鱼能种 咱们先清理一下 清理完毕后 然后在我们的左边这边的话调查一下 好接着下一个点位 也是在我们东方向就在前面这个营地 好前方的话有个传送锚点 咱们传送一下吧 我们从这边爬上去 同样的哦 我们先清理一下这个鱼能种 清理完毕 在我们中间这个营地这里调查一下 下面的话我们调整时间调到我们10点到14点 好确认一下 好的下一步的话我们继续打开地图 任务的地点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来到右边这个传送锚点 过来之后你先往这个东方向走一小段 然后往视角南方向这边前进 前方的话看到了没有 有一个秋秋人的营地 我们从这个楼梯上去 那现在的话这个方向的话就是西北方向了 我们任务的地点就在这个前方 好过来之后那下面的话要我们跟着脚印寻找线索 那这个脚印在哪里呢 我们原路返回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 然后前面也有 我们怎么来怎么回去 好这边有一波鱼人中 清一下继续 好这下面的话还有脚印 好这边的话我们再清一波可以获得40个原石 好下面的话要我们收集一下这个铲片啊 总共的话要收集4个铲片 那首先第一个点的话我们先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要前往的方向 大家看一下就在就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要前往这个位置 好现在的话我们将视角调到我们北方向 我们要前往的位置啊 我们要前往的位置啊就是这棵树的最高处啊 我们先往右边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左转 我们要从这边爬上去 好直接从这边爬吧 好这里的话大家不要舍不得体力啊 一直跳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弦度的话是可以站住人的啊 好我们比如说在这里站一下啊 可以走路 可以恢复一下体力 再跳 体力不够的话 我们再往前面走 好上来之后我们往左边 我们要爬到最高处啊 这边的话可以休息一下 好继续往上爬 好这边的话我们爬到我们右边啊 右边这里有一个台阶啊 站在这里 稍微下来一点 下面的话我们召唤这个小花铃 咱们上去按空格上去 大家看到没有上面的话有一个碎片啊 如果你不够高的话你再往上面爬一下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碎片 好下一个点位来到我们刚才这个传输锚点啊 这里来过了 我们直接往东方向下来 好这边的话我们直接跳下来 然后我们我们的方向的话 往这个山洞方向调整 小花铃往上往上走 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花这里啊 有一个 好我们接着来讲下一个点位 来到我们分楞灵泽 传送锚点 将视角调到我们北方向 前方的话有一棵树啊 就是我们做主线任务敲鼓的地方 好我们继续开启这个小精灵 往这个山洞里面走 这里的话有一颗 好的我们接着来讲下一颗 甘露花海啊这个传送锚点 过来的话直接开启小精灵 就在这个前方啊 好拿一下 我们拿到四个残片之后 下一步我们打开地图 好我们来到任务地点啊 下面有个传送锚点 我们从这里过去 将视角调到我们西南方向 我们先来到这边有一个精灵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视角调到西北方向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视角调到西北方向 好这边的话有个NPC啊找他对话 对话完毕后我们将这个碎片啊提交一下 总共有四个位置啊 好的我们再找这个NPC对话 然后我们清一波鱼能种 再调查一下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又是三四个原石 放到电视线 就是那么我们也要线 然后我还是会看到 我们先把我们去